在2020年造成人類失能的前10名疾病當中 第一名就是憂鬱症 憂鬱症很多人會去吃西藥 那但是也聽到很多西醫的醫生在講說 不可以隨便自己停 因為可能會病情更嚴重 這些藥物在瞬間停藥的過程 你的大腦來不及分泌出 他自己的血清安的時候 情緒就會整個潰體 我反而會去從自律神經的調節去下手 除了藥物以外 再招呼也可以 黃光青的兩側花多加肌穴 他都是骨自律神經的交感神經鏈 鬱悶絕對是跟情緒有關係的 所以抓出最近讓自己心煩的事情來分析 我覺得修煉法輪功 對我在理性分析情緒上是非常有幫助的 歡迎來到健康養成劑 我是Amber 有一次我跟高中同學吃飯的時候 談到中醫的七情內傷論 就是說情緒會影響到我們脹腑的健康 我的同學突然很認真的看著我說 他的媽媽在死前問過一句話 我一輩子沒有做過什麼很壞事 但是為什麼得癌症 然後我就問我同學說 你媽媽是不是覺得有苦跟不平衡 覺得常常往心裡吞呢 他說是 今天我們要談的主題是憂鬱症 世界衛生組織的研究指出 在2020年造成人類失能的前10名疾病當中 第一名就是憂鬱症 他已經超過了心血管疾病 跟艾滋病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不開心的時候 並不是不開心就是憂鬱 在醫學的診斷上面的 憂鬱症要符合下面的9個衡量指標 第一個就是情緒低落 第二個就是明顯原本有興趣的事情 突然變得沒興趣了 第三個就是體重下降或上升 第四個是試睡或者是失眠 第五個是動作遲緩 第六個是容易疲倦或者是失去活力 第七個他會覺得沒有價值感 甚至是有強烈的罪惡感 認為人生沒有希望了 甚至會有親身的念頭或者是舉動 第八個就是注意力不集中 或者是常常猶豫不決 第九個就是常常會出現負面的想法 如果上述的這些情況你中了五個 而且持續兩週的話 這才是西醫所認定的憂鬱症 在西醫的觀點裡面認為 憂鬱症是因為大腦神經傳導物質發生的問題 神經細胞之間它是以突出的形式 互相連結構成的這個神經網 並且透過神經傳導物質釋放 還有接收傳導這些訊息 那目前的研究就發現說 這些神經傳導物質之間 像是多巴胺或者是血清素 甚至是腎上腺素 因為它的濃度太低 都會導致憂鬱症 所以大部分治療憂鬱症的藥物 主要是解決生理上面的問題 也就是增加神經傳導物質 在突出物之間的這個濃度 但是用藥後的副作用卻是很多的 之前我有一個朋友他來電話 希望我可以介紹一些中醫師給他 他說他吃了十多年的憂鬱症藥 他覺得憂鬱症好了 但是他的腸胃壞掉了 但是他不敢亂停藥 到底為什麼吃西藥的憂鬱症藥不可以停藥呢 那以上我們所談的 都是從醫學的角度來談憂鬱症 但是我個人認為呢 憂鬱症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解套方法 就是分清楚憂鬱的情緒 那什麼叫分清楚憂鬱的情緒呢 在這邊呢我整理了三個方法 那中醫又是用什麼樣子的角度 來治療憂鬱症的呢 如果你喜歡我今天的影片 別忘了訂閱留言還要記得分享哦 今天請到的專家是金河中醫診所的陳俊如醫師 陳醫師您好 主持人好 線上的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的主題想要談談這個憂鬱症 因為憂鬱症 哇我覺得在疫情這三年之後 好像更多人有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而且醫生的門診也是說 蠻多憂鬱症的病人 我覺得這幾年憂鬱的比例非常的高 那年長者的憂鬱症就不用講了 因為憂鬱有分生理性跟心理性的差異哦 那我們比較常遇到就是孩子哦 就是對考生 很多孩子是我從小看到大的 結果有一天他出現的時候 告訴我他吃了一堆藥 那我差點昏倒 就是其實蠻難過 就是很多孩子其實都很優秀 那但是在升學考試的壓力下 其實會對自己失去一些人生的信心 他會主動求救於中醫是因為他睡不好 然後他的生理期可能亂掉了 或者是體重莫名其妙的一直往上升 那有些是莫名其妙往下掉 這些可能都是一些預兆 仔細一問你就會發現 其實這些人會有一些情緒上的障礙 包括他的睡眠品質就不好 那心情會異常的低落 這些都是一個憂鬱症的前兆 欸我在想憂鬱症 可能就是說你有一些事情 你想想不透 或者是說一直在煩惱 然後因為這些煩惱導致於說 他沒有辦法睡覺 對這樣子的過程 但是我們在中藥上面是有辦法來解決想不透 或者是一直在想的這些事情嗎 應該是說沒有辦法給你一個解答啦 但是可以讓你好好的睡覺 像有一些比較有名的方子 像是天王補心丹啊 酸澡人湯啊 柴湖倫骨牡蠣啊 這一類的比較屬於能夠讓你的大腦穩定一點的 一些中藥都可以 不過其實這些藥我不是非常常用啦 那我比較會去找他的原因 因為很多人是壓力太大 壓力 壓力大大到後面一個程度就是 他要睡覺的時候他的大腦轉個不停 思慮過度 那這種會屬於比較屬於自律神經失調型的 所以我們 我反而會去從自律神經的調節去下手 那中藥很多人就會問我說 中藥還有可以調自律神經嗎 那我請問一下西藥有什麼可以調自律神經啊 大部分不拖一些鎮定或是抗焦慮的藥物 或者是跟那個腦袋分泌一些傳導物質有關的東西對不對 頂多就是這樣 不過中藥它有很多的方式可以調整自律神經節 大家可能不知道 除了藥物以外 針灸也可以 剛剛您提到的就是中藥部分調節自律神經 這個可不可以多講一點 大家知道自律神經其實有分交感跟副交感神經哦 在中醫的語言來講 它就是一個屬陽一個屬陰 所以調整陰陽平衡 就是調整自律神經的交感副交感的平衡 在中醫來講 我們陰陽平衡用到的藥很多 比如像是我剛說到的柴湖蔬甘湯 柴枝湯 或者是加味消耗散 這種屬於調肝氣 蔬甘理氣的藥 它都是屬於可以穩定 就是讓你的交感不要那麼的亢奮 然後副交感的功能往上拉的一種調節劑 那大家不要想說 那我會不會吃太多 我白天昏昏欲睡 其實中藥很妙的是 它調節的過程是 完全依照你自己人體的自然運作 你白天如果很想睡覺 那表示你真的是欠太多睡眠債 可是吃了藥之後 很多人會跟我說 平常可能一兩點才會睡覺 可是吃了藥之後 大概十點十一點他就想睡覺 這正常的嗎 是正常的 因為你本來就該那個時候入睡 醫生你這樣講我突然明白了 就是說 因為像之前我們也有做過一集 跟肝有關的 然後肝其實肝經絡主管 就是自律神經的部分 答對答對 所以您剛才提到的這些藥 其實都是針對怎麼樣幫肝的經絡上面 做一些疏通 只要這個正常通了以後 它的自律神經就會變得比較正常 就不會太高或太低 這個樣子 因為我很愛針灸 所以針灸的時候 有時候會特別想睡覺 是不是也是 您剛才提到說 針灸也是一個很好 可以平衡自律神經的部分 其實針灸有蠻多穴位 像是大家熟知的膀胱筋 膀胱筋的兩側滑脫夾肌穴 它都是與自律神經的交感神經鏈 所以透過按摩也好 或是透過針灸也好 直接去調整 那個自律神經就是 就是從這個角度下手 對 那另外有一種睡不好的是 譬如它肌肉是整個是緊繃狀態的 全身肌肉緊繃 那通常會影響睡眠 大概就是肩頸的肌肉到頭部的肌肉 整個肌肉組織的張力太大 所以可以在睡覺前用一個梳子 比較鈍的梳子 按摩頭皮 你也會覺得比較放鬆 這也會有幫助 對 那就不是不完全是走神經 而是我們把肌肉鬆開 你的血液循環上的去頭部大腦 你的睡眠品質就會改善 明白 那這樣其實 憂鬱症很多人會去吃西藥 但是也聽到很多西醫的醫生在講說 如果你吃了西藥的話 不可以隨便自己停 因為可能會病情更嚴重 那這個原因到底是什麼 不管是安眠藥物也好 或是抗焦慮藥物也好 其實它都是透過一些神經傳導物質 給予你大腦的一些血清胺 那讓你的大腦覺得 我有血清胺存在了 我就會比較快樂 可是這些藥物在瞬間停藥的過程 你的大腦來不及分泌出 他自己的血清胺的時候 情緒就會整個潰堤 所以像長期服用百優姐或千優姐的人 他的情緒可能會比較穩定 可是他今天不想要吃這些藥 瞬間停藥的時候 你就會聽到很多社會新聞 就會有人從樓上掉下來 對 這個是藥物的很嚴重的副作用 然後再來就是 有一些比較輕微的 他可能是長期規律的不用抗焦慮藥物 今天一旦他忘了吃藥 他整晚都不要睡覺 任何的疾病他要復原 他都需要時間 可是你瞬間停藥的時候 那個代價就很可怕 我們得要幫助他停藥的時候 還要有一些協助他改善的方式 比如說我剛剛提到的 透過一些針灸放鬆 或者他可以透過運動 運動可以增加你的一些循環 循環改善 有一些大腦該分泌的東西 他就會自己會慢慢的分泌出來 可是也不是一時半刻立刻減 中藥的話比較不會 因為他是來自於天然 如果今天你的平衡拉回來的時候 你就不用再需要這些東西了 最後假設說我們碰到這種有憂鬱症的 不管是自己或者是別人的話 醫生有沒有什麼一些建議 就是說他們怎麼樣去做一些改善 或幫助自己或幫助他人 可以離開這個憂鬱症的這個情緒呢 其實他有分生理性跟心理性啊 我們先談心理性啊 最近我看到一個新聞在講那個賈伯斯 賈伯斯這個人日理萬機 他還有空去跑步 所以我們知道成功的企業人士 其實他們都有一個固定規律的運動習慣 那為什麼運動這麼好 我到現在還是非常推崇運動 就是當你在運動在做一個心肺的訓練的時候 很沉浸在那個孤單的環境下 暫時把你的大腦脫離掉那個工作的環境 你的大腦其實可以轉換一些思維 那你的平常的想的一些問題無解的 在跑步當中靈感就會 咚咚咚就跑出來了 等到你跑完步之後就把這note下來 也許他可以解決你很多很多工作上的困擾 其實也可以改善情緒 那睡也會睡得比較好 尤其是像是接近更年期上下的這些朋友們 如果今天運動夠的時候 其實晚上睡眠品質會很好 那充飽店的心情隔天早上起來 你就不會覺得太憂鬱 是 對 所以其實精神科的疾病 像憂鬱也好 焦慮也好 或者是有一些老人家的一些腦部退化 其實都跟根源都在睡眠 好啊 那我們今天非常謝謝陳醫師的分享 謝謝 謝謝主持人 我相信憂鬱症絕大多數都跟情緒脫不了關係 就像今天醫生所說到的 情緒會影響到睡眠 所以如何發現自己有這個問題 我自己有一個診斷跟解決的方法 怎麼樣發現自己 其實開始有一點點憂鬱症的前兆了 第一個方法呢 我覺得是蠻值得參考的就是睡眠中斷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在半夜三點之前起床 除非你是尿急 否則很多都是因為你有心事 半夜的一點到三點呢 其實是肝經絡巡行的時間 那肝其實掌管我們的交感跟副交感神經 就是說你該休息的時間 你沒有休息的時候 就表示肝的這條神經上面 它有鬱悶的事情才會讓肝不順 所以通常我自己呢 判斷自己有沒有一些憂鬱的前兆 我會把半夜三點 如果起床的話呢 當作是第一個指標 第二個方法呢 就是分析我的情緒 因為鬱悶絕對是跟情緒有關係的 所以抓出最近讓自己心煩的事情來分析 到底這件事情是什麼樣子的情緒 在讓我覺得煩躁 那我覺得在這個部分裡面呢 我覺得修煉法輪功 對我在理性分析情緒上是非常有幫助的 因為法輪功其實把情緒分得非常的細 人有喜怒哀樂 其實都逃不了這些情緒的 例如說 妒忌別人比你好 看不上其他人的優點的這個爭鬥心 或是埋怨上司不公平的抱怨心 害怕吃虧上當的利益心 感嘆不被重用的得失心 所以呢 法輪功在這個裡面 他把每一個情緒 跟你所害怕吃虧的這些東西 他分析的非常的清楚 所以當我們認清楚這些情緒了以後呢 其實第三個我們就可以去對症下藥了 其實我會覺得說人生的很多忌遇 不是你爭取就能夠得到的 我覺得小時候我媽媽常跟我說一句話叫做 盡人是聽天命 就是說你有沒有這個命 其實它都是跟人的德跟業是有關係的 但是並不是說的 我覺得我沒有這個命我就不要認真了 而是說你可以分清楚 哪些是你可以改變的 哪些是不能改變的 那不能改變的 你在 在 煩惱其實也是沒有用的 所以在分析完這些不開心的情緒之後呢 我們在理性上面就會有了一個答案 但是並不是說 情緒就沒有了 因為它還需要一個轉化的過程 所以呢我們其實可以透過運動啦 或者是跟朋友聊天啊 甚至是旅行去轉換你的這些心情 幫助你去脫離那個情緒的空間場 人只要在這個場中 就很容易被這個場的能量所影響 所以幫自己脫離這個場呢 我個人非常喜歡的就是 一邊跑步 一邊勉勵自己突破困境 那我覺得運動的話真的是一個 非常好轉換心情的活動 那 因為呢它除了就是說運動可以釋放更多的多巴胺 同時呢它會讓你抽離掉你不開心的這個時空 然後從另外一個角度重新來想事情 所以如果你也有好的轉換情緒的方法呢 歡迎你在下面留言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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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